我讀医学院时已来这间医院 那是一九六多年 退休之后 香港大学就叫我来帮他们 发展这个部门 来香港大学 这个部门专门是做素描 就是检查人的身体有没有病 尤其是有没有流肿 或者其他那种病的机器 通常症电子的评断 都是九十多个病 九十五%以上 我觉得做医生来说 是一个令人很快乐的工作 因为你可以为病者服务 帮人解决困难、消除痛苦 星期日我们通常都尽量简单 所以今天吃饭 昨天有些没吃完的 最大的快乐来源就是在家庭里面 所以我一共有五个小孩 三个儿子、两个女孩 这就是我的大儿子浩人Benjamin 还有他的未婚妻嘉嘉 Katherine 他们很不幸在交通意外过了身 我们真的很想他们 当时我们不相信 这么惨的事会伏势在我们身上 当时我们应该是很悲伤 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永恒家庭的 观念和信心 所以减少了我们很多的悲痛 虽然我们也不舍得他走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和他见回 而且永远都是一个永恒家庭 我觉得这个教会 当我认识了之后 就算我们有很好奇 或者很科学的兴趣去研究 宇宙或者人生真理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教会相信 所有真理都是值得去追尋 所以不单是科学也好 或者是超科的 宇宙的真理 我们也可以藉着去尋求追尋 我的名字叫杨伟秋 我是医生 我是医学教授 我是一个很喜欢家庭的人 我喜欢长球宇宙的奥秘 我也是一个后期圣徒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